这个地方 我们都说它叫森林秘境 它是躲在一大片的 落雨松的后面 其实不太容易发现它 那这个地方刚好也是一个 咖啡的示范场域 来到嘉义中浦山中的 秘境咖啡庄园 六十年老屋改建为 极具复古气息的咖啡厅 沐浴着山峰 喝着咖啡 滋味特别的迷人 这些咖啡每一粒都是 我的宝贝 因为每一粒都是我 很欢喜心去做出来的 我去喝白人的咖啡 就是吹没我咬他的咖啡 我会觉得没有我们两个老了 我们来帖 我们就蒸山顶自己喝酒 蒸山顶自己喝酒 那咖啡也会起来 没得到那咖啡也会起来 那咖啡也会起来 咖啡也会起来 做得很好吃 这个会比较好 当初种咖啡的动机很单纯 源自于分享的心情 没想到爱的咖啡就此萌芽 咖啡也会起来 适适的红就适的红 第二个三个 蜴脆 让它更黑倒红的 那种味道也好 我们变得比较老的 我们回头就是惊刀了 坚持只采摘全熟的姜果 做出来的咖啡风味才能到位 咖啡园常年余雾缭绕 平均日照短 日夜温差大 得天独厚的天后变化 让咖啡果实成熟缓慢 自然郁郁出甜感与高密度十足的咖啡 风味也更加的纯香丰富 骨子肉也都来吃咖啡 狗他们来玩 所以我们先生每一天都要来在这里 去照顾 咖啡豆采摘回来之后 要先经过仔细的挑豆剔除不良的豆子 这挑豆子我们这个地头我也会先摆起来